接载的萤幕边框设计还有上下两条白色外壳 这是小米最新的第五代手机间谍照曝光 爆料的布洛克推测小米手机5的规格将大要进 包括5.7寸的2K萤幕加上最新的高通805处理器 以及加入指纹辨识功能 只是价格可能突破1万块钱台币 以价格为主导向的众计品品牌 可能这样寄生力就没有以往这么强调 另外大陆定一家手机品牌魅族也要发表一款中阶手机 预告狂打蓝色主题 加上副总裁李楠在微博上抢先po出实际照 魅蓝的手机就大方放在苹果iPhone 5C的旁边 颜色和被盖椭圆的形状几乎一模一样 以魅族来讲的话 就是ID设计本来就比较要求比较精致 那可能在高阶尤其像是这次就像比较中阶像5C的造型 那这只能说这就看见仁见智 看是加分还是扣分 副总裁李楠不会研究是要向iPhone 5C来致敬 还在微博上说是否比得上人民币3000块钱的品质呢 就是要强调只要卖的比iPhone 5C还比较便宜 其实在大陆市场还是会有消费者愿意买单 财励全学生理圈综合报道